欢迎来到第五章大家一起Doremi机器人实作 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机器人如何发声 以及如何设定声音的频率与长度来演奏乐耳的音乐 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快速振动所造成的 而每秒振动的次数就称为频率 人类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介于20到2万赫兹之间 若超过这个范围人的耳朵就听不到了 但是有些动物如狗、海豚或鲸鱼等 可以听到甚至发出我们所听不到的声音 打开VPL城市开发平台后 在服务元件区块找到与LEGO有关的元件 接着我们拉出LEGO NXT Brick V2服务元件到Diagram城市编辑区块中 在属性核心栏中设定Brick的初始状态 选择Set Initial Configuration 并设定Serial Port连接物参数 接着在服务元件区块找到Timer元件 Timer是MVPL中可以用来计时的元件 由Brick的通知输出端连接至Timer元件 在关联选项中我们选择左边 From Connect to Hardware 右边To Wait 意思是当Brick连接电脑成功时 Timer便会开始计时 而此时Brick内部的动作就会暂停 等待Timer计时完毕才会开始动作 点选OK后 我们便可以设定Timer的计时时间 点选左下角 Edit Value Directly 来设定Timer要计时的时间 在Timer元件中 计时的单位是毫秒 也就是一千分之一秒 所以输入一千表示计时一秒钟 点选OK后便完成计时设定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要让机器人发出声音 在服务元件中找到Lego NXT Brick V2并拉出 由于Diagram程式编辑区块中 已经有存在相同的物件 所以MVPL会询问你要创造新的物件 还是复制相同的物件 在此我们选择复制相同的物件 接着重复相同的步骤 拉出四个相同的Brick 连接Timer与新增加的Brick 在关联选项中选择左边 From Wait Success 右边To Play Tone Play Tone就是使Brick播放声音 接下来设定播放声音的频率 与播放的时间 在Frequency频率栏中输入262 也就是音阶里面的Dull 在Duration时间间隔栏中输入100 也就是播放0.1秒钟的时间 重复相同的步骤 连接其他的Brick 在关联选项中 左边都是选择Play Tone Success 在第二次的连接频率栏中输入392 也就是音阶里面的Saw 在第三次连接的频率栏中输入370 也就是音阶里面的声发 在最后一次连接的频率栏中输入392 完成以上的步骤 就可以使机器人唱出 Do So Fa So的音乐 把最后一个Brick连接到第一个Brick 与Timer连接线的上面 关联选项栏中 选择左边 From Play Tone Success 右边 To Merge Connection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Doremi机器人的程式编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